米格-31BM挂载R-77中程空空导弹 近日,俄罗斯网络上出现了一张米格-31BM携带R-77-1型中程空空导弹的画面, 它一起挂载的R-33远程空空导弹和R-73格斗空空导弹, 咋看的话,这画面似乎没啥,毕竟都是老掉牙的俄制飞机和导弹, 但如果结合大背景的话,我们还是能为俄军找到一些值得欣慰的东西。 众所周知,进入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凭借经济上的发展俄军开始对装备进行大规模更新, 这其中俄空天军的更新幅度,应该算是比较大的。 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俄航空工业取得的成功。 俄军目前已经结装70多架苏35S,但它的配套武器,还没跟上截至目前, 俄空天军新采购的武器主要包括70多架苏35,80架左右苏30SM,12架苏27SM,20架苏30平方米,100多架苏34,50架米格29SMPUB。 此外,大量的苏道27,苏25,米格-31,图系列轰炸机经过了大幅升级, 这组数据对如今的俄军而言应该还算凑合的。 不过,看战斗力可不能只看飞机,飞机只是平台,平台的有配套武器,才能发挥出最大威力。 而俄空天军恰恰在配套武器上出了大问题,虽然有大量的新战机服役或老飞机升级,但他们所携带的空空武器,很多依然是苏联时代的库存。 用俄罗斯研究机构的话说,新战机缺乏现代弹药,这是一个奇怪和不可接受的事实。 早期抵达叙利亚的苏-30SM挂载老式空空导弹上,俄军在叙利亚虽然使用了大量新型机载武器,但他们很多并未完成国家试验这个颇为惨淡的画面在叙利亚战场上表现得就很突出。 最早抵达叙利亚的苏-30SM挂的就是库存的R-27空空导弹,虽然不能就这么说它没战斗力。 不止在叙利亚,俄空天军新战机,在公开的画面中,使用新武器的画面也很少,例如俄军为苏-35弗一手非洲年拍了一组写真,挂着的也是库存导弹。 如今,这一局面已经在悄然改变,标志性的信号同样出现在叙利亚,后续抵达叙利亚的战机如苏-35,苏-27SM都已经挂载R-77-1等新型空战武器。 这背后的一个大背景是俄军的战机采购数量不如此前那么多,相应的经费很可能,备用于基载武器等的采购。 一军横发展空天军战力,苏-34在最近的演习中发射KH-31反舰导弹当然,这不是说之前就没有购买新的基载武器,而是数量相对有限。 而且很多俄军挑中的武器在叙利亚期间,乃至如今仍在试验,俄军的大规模采购。 因为这多重因素不得不放缓,早期米格31此前的主要武器是R-33和R-40空空导弹,随着升级到米格31BM标准。 最新的R-37远程空空导弹,R-77-1,R-73应该才是标配,开头的米格31BM挂上R-77应该是拼图逐渐完成的信号。 更早之前俄军宣布R-37已经完成试验,随速到35来,到中国的R-77-1导弹,中国应是目前唯一的海外用户。 在米格31BM挂载R-77之前,俄军在一次演习中用苏道34发射KH-31反舰导弹同样是一个信号,那就是大量精确制导武器正在加入俄军。 有意思的是,俄军新采购的这些新型机载武器,大都先出现在国际军火市场。 比如KH-31中国应该是较早的一批用户,而R-77-1中国可能是目前俄军外唯一的海外用户,如今苦尽甘来,俄军自己也能用上,曾经是能看着客户用的新型武器。 主糊统筹 Conse know your thoughts? 不ending 我们出来的